你好 欢迎收看5月14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升温 防疫警觉提升到第二级花联施工所立即拉高防疫作为 而中华紫江花联厂已特别和施工所合作 5月14号开始一直到5月28号 在进风生活园区免费提供民众无限量索取次律酸水 为了加强防疫 中华紫江花联厂特别和花联施工所合作 从5月14号开始一直到5月28号 在进风生活园区免费提供民众无限量索取次律酸水 才短短一个上午就吸引到不少民众前往索取 家里有老人家嘛 你没有消毒好 怕疫情传染到 所以看到信息就赶快 对啊 我不是看到马上来啊 目前以早上来讲的话大概有二三十位 这算蛮踊跃的 对对对 算蛮踊跃的了 市长为加弦除了感谢企业帮助地方的防疫作为 也提醒民众在加强个人卫生管理的同时 也务必加强居家环境的消毒工作 那在我们花联市的部分后 也特别谢谢中华紫江 那提供次律酸水来做 给民众来做相关的消毒 那我们原本从5月14号只有三天的时间 那延长到5月28号 包含六日也有做相关的服务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华紫提供这样子的一个 消毒水 次律酸水 让民众来做消毒相关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期盼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也希望民众能够把居家的消毒作业做好 那个人的卫生习惯做好 那共同一起来做相关的防疫工作 那接着花联市公所也会配合花联县政府 还有环保局的相关作业 在各大公庙还有各个风景区 还有人超比较多的区域 来做相关的消毒作业 那期盼疫情能够赶快来做趋缓 也希望我们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随着新冠疫情再度升温 防疫警戒也提升到了第二级 花联市公所除了全面展开环境消毒 在办公厅设的部分 也实施进出十年制登记 而市长魏嘉贤也宣布 各福气站从即日起停止运作 希望市民都能乐于配合 共同防堵疫情